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的是 下一位要演唱的小同学了 掌声欢迎 这才是小王子 这位流星叔叔 你也认识的对吗 对 我叫流星叔叔 叫灯光侠 什么叫灯光侠 因为这次夜行活动当中 我跟灯光接触的最多 也有很多故事是关于灯光的 现在马上就要到达 我带你们去的第三个地方 也是我认为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 也是我们司机晚上聚集的地方 这么说我知道了 这就是首途机场吧 对 出租车排队的地方 夜晚的机场人来人好 乘客也多 所以我们出租车都会来这 老朋友 新朋友 见了面大家能聊一聊 也是非常热闹的 好 到了 这不是李坎吗 这是我朋友 咱们下车 出租车 这不是海权老师吗 您唱的冷不到底 我听了十几年了 就一直在听那个歌 你看看 音乐的魅力 所以你也算是我老朋友了 这几点时候准备 快点 走 刘叔叔平常您开车的时候听什么音乐 我们这开车车有时候脚底一使劲 也是 出租车 偶尔的也自己写一点 你会写歌啊 是不是 您自己创作音乐 会一点 很多作品都是跟出租车有关系 你这个我给您唱两句 我写那个 我是低歌 哎呦 我是低歌 今天还真不错 拉了三百多 我开着出租车 完成了点 难来没忘的课 都坐我的车 里里歪歪 就忙活一个 陌琪你要给灯光侠们唱什么歌呢 我要给灯光侠们唱 最好的舞台 跟刘欣叔叔一样的那些司机叔叔阿姨们 他们最好的舞台就是在道路上 是 那些路灯都是为他们燃烧的聚光灯 诺琪啊 周围的表演舞台是什么 最好的舞台 那你觉得最好的舞台这首歌 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些舞蹈动作呢 我觉得应该是活泼一点的吧 这首快歌 快歌 活泼一点的 老师给你看几个动作 你觉得合不合适这个舞蹈 好 就是比较有力 比较活泼的一些动作 看好了啊 就这样子 OK吗 可以 一 二 暂地 OK吗 可以 这OK是吧 可以 这一首歌的原版你们经典的一个动作是这个 同手同脚 就是那个像猴子一样的 哈哈 像猴子 像孙悟空一样的 不是不是不是 来 邓老师学 先学脚 脚 就左右摇摆 来 再学手 再单独学手 像握了两个鸡蛋一样的 你看 往上了两圈 定住 往下了两圈 定住 还挺合一哦 连起来 五六七走 等一下 这样子很挺短 而且我觉得太大了这个动作 那这样子 我们还是再来一遍 他手是这样的 你看到了 往上翻 往下翻 有信心吗 有 五六七走 啊 我觉得太累了 我没有 这个 手没有力气 脚也没有力气 就是能不能大工作啊 我给诺琪的教学的方式 不是那种促成 毕竟 你的学生是孩子嘛 然后你要一点一滴的给他教出来 他喜欢什么样的动作 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更多的是 孩子的一些自主的方面 这样子 他才会去享受舞台 诺琪 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听你唱 嗯 嗯 嗯 我来也 我们最好的舞台 再不拉开 欢迎你到来 人山人海 一起合唱 感受我的爱 我们最好的舞台 就是现在 跟上这节拍 全场提琴的摇摆 欢呼到未来 我们最好的舞台 就是现在 跟上这节拍 全场提琴的摇摆 欢呼到未来 我的舞台 与众不同的摔 快就到风才有自己的可爱 拍 心跳得很澎湃 聚光灯照亮无限的未来 我的舞台 年轻的失望拍 打不上前脉 先把烦恼都抛开 快别害羞小甜菜 总会被青睐 我们最好的舞台 就是现在 跟上这节拍 全场提琴的摇摆 反复到未来 舞台 舞台的中央 是我的主场 大声唱出我的主张 做个好榜样 我站在舞台中央 跟我努力努力向上 等什么想什么 看什么和我一起唱 我的舞台 有种超乎想象的声动 打开你的想象 才能登上这节奏 我们向前走 向前走 向前走 让继续奋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太帅了吧 海泉老师上来一下吧 不要让我一个人累着 来来来 我们掌声欢迎班主任老师 我的亲爱的主教主 我又不是教育 欢迎 海泉老师啊 这样好不好 我觉得您一个人学有点孤单 我们亚轩还在台下坐着呢 来 一起上来 来 一起上来 来吧 去年春晚上的最经典的一个舞蹈动作 同手同脚 跳起来 最好舞台 但是我没有用 太累了 对 这个同手同脚跳完之后 就唱不了歌了 好 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他这个手是像抓两个鸡蛋一样的 对 抓两个鸡蛋一样的 然后往上翻两下 往下翻两下 这是一个点 然后 脚呢 它是这样子的 对 这手加上手 如果是大家的 走 走 对 但是再有一个移动 很少风的 来 这儿 又在身边 哎呀 说哪 现在再唱奔跑 试试 是什么 apla 好练气息啊 跳歌手真的不容易 我想问这位小同学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次你唱歌 没有把我们邀请到台上呢 吃醋了 诺琪看她个子不高 但是她在舞台上的 她的这个动作幅度很大的 然后我就在想 换个人 比如说我根本唱不了 诺琪太了不起了 我怎么听你唱的这一本 最好的舞台 跟黄博叔叔唱 那个一般年的那个音乐上 有不一样 里面怎么有 怎么有这个 你们还记得我第一期的时候 跳过那个 记得呀 那个孙悟空的那个 这个编曲是特别给她编的 我就特别喜欢孙悟空 所以就编了一个孙悟空 进到这个最好舞台里面 对 因为是他们两个那个音乐 刚好接上了 然后这样子更有创意一点 将来真的是又唱又跳 你心里真的有个孙悟空 然后这个也是音乐大师课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其实他们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然后像诺琪就特别有活力 有一种那个力量 然后我们的编曲 其实选定了一个作品 可以为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 量身定做 这是我们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老师除了给我们编曲 还能用AI智能 给机器人编曲呢 那机唱得很好 祝贺你 谢谢老师 刘欣叔叔 上次是不是你还给我们听了一首 你自己写的歌 刘欣师傅自己还会喜欢写歌 刘欣师傅 那你能不能再唱一次 我们就请刘欣师傅 给我们哼两句 您自己的歌 今天还真不错 拉了三百多 我开着出租车 完成了定额 难来被忘的课 都坐我的车 里里歪歪就忙活一个 今天天呗热 马路说车呗 我一会儿上铜线 一会儿是海电 北京的道路我懒守在心间 后海一和圆 是陶然亭马店 大红门大舌烂 像山国子间 我是低歌 我开出租车 开上了出租车 我就是低歌 对 你就是我歌 哎 怎么样 我觉得这首歌 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愉快的感觉 叔叔你除了我们 有没有给别的乘客唱过这首歌 有有有 一定要给大家唱 那有一些 就是做乘客的那些 他们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一听到这首歌 就会很开心 说得真好哎 这是一个很善于观察的孩子 我想就跟刘欣一样 只要爱唱歌 心里有音乐 无论在哪儿唱 都是最好的舞台 谢谢您 也谢谢这么有爱的小朋友 谢谢乐青 朱华老师 说到这个夜晚 您会想到什么 夜晚肯定就会想到浩瀚的夜空 一轮明月 然后干净亮丽到 星星都退了颜色 哇 好浪漫 您有一首歌是 繁星之夜 特别适合今天晚上的主题 所以我们掌声要请朱华老师 谢谢大家 歌曲 李宗盛 比如说 甚至你 有什么 想空下满天的思念 随着你飘到好远 记忆点点 往事一片片 怎样才能完额 What a night What a starry night 都是夜夜匆忙的时代 Just a starry night What a starry night What a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What a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What a starry night 这堂课我们的主题是为夜晚唱首歌 这个好美啊 我们四个现在去地下三十米去探险 爱你几万年 这是我扶持起你的蚊子 我也很感谢我的儿子一方 能在今天唱出爸爸二十年来 对你爷爷的想念 是 情无能情依 何死在人间